Hello,大家好,我是小靖 今天呢,其实心情呢,真的是挺沉重的 大家都知道之前就是那个新郎新娘 大家如果之前是老粉看过我视频的话 应该是知道的 这两天那个他们俩是前一段时间都换了新冠 然后是之前那个感觉还可以 就是跟那个感冒的初期症状是挺像的 但是一个星期前 然后是新郎的那个病情就突然加重了 然后是深夜的时候 他媳妇就是新娘 虽然得了新冠吧 但是他相比来说症状比较轻一点 就把他拉去医院了 然后从住院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一周过了 现在问题其实 刚刚送到医院的时候 新郎的肺部感染是50% 但这几天的话 使用了各种药治疗 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就是现在两个肺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 前两天是这边是插管 然后从今天开始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胸部 就是肺部这一块打开之后 插管子了 因为是完全不工作的 就是昨天的时候 医院已经接连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然后是因为是新娘 现在也稍微有点严重的 在医院也是住了 也是前天住进医院了 所以说新郎和新娘的话 就没有人照顾了 最后是新娘他哥哥 因为他这个哥哥之前 也是得过一次新冠了嘛 应该是他弟弟 他弟弟之前得过新冠了 所以说就刚康复 就说现在体内还有抗体 就是医院的话 引起他们留下一个家属去照顾的 这个因为一直下病危通知书 但是他妈妈的身体 新娘的妈妈身体也不太好 就是一直没有敢把新郎的实际情况 说出来 然后一直跟我老公 就打电话发感情问我怎么办 然后我老公就是说 你见谅的话 就是把这个事情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 不然的话如果人突然是做最坏的打算 就是人突然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 家里边是承受不了的 但是你要 你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是新娘的那个弟弟说行 然后就反正就是在家族里边 就在南方了 还有在女方了 已经陆续通知的话 就是现在住院 然后是一直在抢救东 然后是就是情况不能乐观 昨天的时候 那个医院已经就是说了 可能抢救回来的距离 只有1%左右 我老公也是因为他这个新郎 跟我老公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我老公这两天心情真的是 一直是挺挺沉重的 然后今天早上我又问了一下情况 我说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然后我老公说 今天情况比昨天的话 就是稍微有点好转了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的 因为就是不知道这个药 它还会有那个对抗性 我觉得这个新冠这个病 真的还是挺奇怪的 有的人得了的话 真的就是跟他得了一场感冒一样 但是新郎的话 之前是每天几乎都要健身的 身体素质挺特别好 然后是胸肌腹肌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又一直觉得他身体会 特别强壮的那种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结果反而这个身体很强壮的人 就扛不过去 但是像我小姑子 他们公婆那家全得上新冠之后 然后公婆有很多基础病了 身体不太好 反而是就是 有效的得到了控制了 反正是现在在国外生活 真的是每天是提心吊胆了 因为这个疫情真的是 让人琢磨不透 总而言之吧 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华侨 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然后是及时的注射疫苗 然后是在国内的亲们 然后好好享受这些国内抗疫 然后是带来的一些成果 人生真的是难说难控制 不可预知的风险太多了 大家都好好珍惜现在 珍惜当下 珍惜爱你和你爱的人吧 翻看视频 突然发现前一天拍的 那个餐厅的细节 那个展示没有发出来 好喜欢中东这边那种 手绘的这种盘盘罐罐 觉得挂上去特别好看 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东西吗 我发现那个中东的 手工制品的话 真的是特别多 然后个人我觉得 放在家头装饰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大家来旅行的话 如果喜欢吃牛羊肉的话 中东的牛羊肉 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看这也是饭店装饰的 一个小角落 然后这上边那个瓶瓶罐罐 也是属于他们的手工制品 看这个楼道修齐的 我觉得还真的是 挺有中东的这些氛围感 在中东的话 我觉得我最能接受 和最快接受的饭 应该就属于 土耳其的饭菜了 像伊朗的饭菜 刚开始来的时候 很不习惯 待久之后 慢慢吃的话 慢慢品的话 后期觉得还 味道还可以 但是前期真的是 每次来伊朗 都能瘦八斤的感觉 现在年龄一大 然后吃啥胖啥 来这儿天天是肥肉 刷刷的涨啊 困着两年已经长了十几斤肉了 男士们应该对老婆好一点啊 生完孩子后 新陈代谢都变慢了 今天窗外的风景又变了 还是忍不住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眼前的美景 大家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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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